欢迎回到 Sausage Boy TV 欢迎回到 Sausage Boy TV OK 大家今天你们看到这一个阵容 你们大概就会猜到 我今天要拍的就是 我的电脑的开箱还有设置 所以这一set 我其实是去找了一个外面的 帮忙人家 用PC的一个店来帮我 你们应该都会有提过就是叫 Ideutek 虽然他们没有赞助我还是什么 但是我就是提醒他们也这样子啦 就是很喜欢他们帮我 这一个Gaming PC 然后其实这个PC是 有拿来Gaming streaming editing video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什么东西 都可以拿来做了这个PC 还有就是 今天我们的video 就是会讲关于 这一些parts 还有这个Gaming PC 还有它的一些performance的东西啦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subscribe to我呢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给你们十秒钟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三 六 二 三 三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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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帮大家给你们看 就是它有RGB 就是Wave Dragon Center的Mystic 你可以控制它MOTHERBOARD的RGB 虽然它RGB的部分 不是很多话啦 然后这个MOTHERBOARD 它是可以support 3rd generation的Ryzen Processor which is for the processor IdeoTag也建议 我拿那一个Processor 所以我会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背部 背部这边你们会看到 它这边会有一个RGB 就是在这个Processor 之下面会有一个RGB 然后这边会有RAM Slot 然后这一个是MSI的 给你拆USB的那个地方 我不懂是叫什么啦 我不是专业的讲评 然后这边是给你放SSD的啦 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些PCIe Slot 还有一些数据上的东西 我如果OK的话 我会整理出来 然后放在跟我的Video 一起在这一边 这一边 OK 然后 觉得这个MOTHERBOARD 真的是 它这个Design 就像这个Design 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很Slim 然后它应该是Made 它应该是Made 这样子的感觉吧 我不懂为什么男人 就是这么喜欢这样的玩具 你知道吗 就是女生喜欢化妆品 然后但是就是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些电子类的东西啦 所以如果有人要Sponsor 哈哈 不要玩啦 129个Subscriber 有人要Sponsor你 好 我跟你讲的Graphic card 我真的是很兴奋啦 因为我本来选的是两个风扎的Graphic card 但是也是3070啦 but then 最后我选了三个风扎的3070 which is 我讲啦 我刚刚我是一个比较喜欢LINK的东西在一起 就是 这一个我选了FSI的GTX 啊 sorry 不是GTX RTX3070 VATX3X 所以它是有三个风扎的啦 所以我听了一些朋友讲 这一个MAC 这一个Graphic card 其实它跑的时候 它是不会用到你 它是不会来LINK去Processor 然后再 跑 就是要Process through Processor 然后再跑去Graphic card 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就是 它是直接跑Graphic card罢了 所以它不会来 耗用到你Google Processor 的 usage 这样子 所以我也是 很痛 很 忍痛 地买了这个 RTX3070啦 听说现在市场上我很缺帛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拿到这个GPU 所以我等下会 跑一些游戏给你们看啊 可能一些我平常玩的游戏 看下它的frame per second啊 看下它的graphic performance之类的啦 看会不会卡可以放到什么setting 这样子 OK 呃 如果你们有看过它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啦 就 sorry 你们看到 就是这样子的啦 它是三个风扎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三个风扎 但是它是没有RGB啦 因为有RGB的大概三四千块 所以 不在我的budget里面 所以就 没有选那个有RGB的 就是选那个比较普通版的啦 但是我觉得它的性能都是一样 只是 没有RGB 是一个RGB 可以性 so as我刚刚有mention 就是我这样啦 我的Ryzen Processor 然后它是Ryzen 7 3700X啦 so 它是with 它是with 这个 AMD Rave prism 就是它有come with 一个 for processor的三热风扎 这样子啦 而且它是RGB的 所以我也是选了IS 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的graphic card 它是不需要经过Processor 处理的嘛 所以我也没有选到一个很强很强的 Processor来 可以处理我游戏上的东西啦 我的Processor主要是 可以Edit Video 可以 可以Edit Video 可以跑比较多的东西 同时跑在一起那样子 因为我的电脑主要是拿Scream 所以是需要比较多有Sage on 这个Processor跟graphic card ok so 刚刚我已经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就翻开讲 然后这些是没有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讲啦 所以首先是我们的PMSU Power Supply Unit 是M-Pack的 然后它的Model是650 Plus A 它走着的是80 Plus Fronts 然后用其他的东西我也很生气 然后它是用Flat Paper Continuous Power 希望这个是不会很吃点啦 因为我对这一方面 就是怕我承拌影片来讲 欸 小姐 我在拍Video 下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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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里啦 来到乐园小猫咪 然后我刚刚讲 我的motherboard 它是因为它是没有WiFi的嘛 所以我之前的 我之前的PC勒 是已经我有自己买了一个 WiFi Adaptor 就是可以连接WiFi这样子 所以如果Flat 这个Model很烦叻 点到DK最迅速发在这边 然后我讲了嘛 我这次是有用SSD 还有HDD嘛 我这个用的SSD的牌子是 SDG-XX8200 Pro 我是拿512GB的啦 因为VTB 也是有点Over 的话就这样子 然后 还有就是这个散热风扇 其实 我原本就已经有几个风扇了 但是这个RGB嘛 你知道吗 RGB 男人RGB 你知道吗 这个RGB 而且这个也没有很贵 这个大概百多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 这些是比较其他的配件 然后我的HDD 它没有给我的盒子 所以我也给不到你们看 然后现在我们会先看一下 我们的机箱 开了灯之后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跑些Performance 给你们看 OK 所以说我的 回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 啊 电脑开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 RGB 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这次采用的 这个 机箱 其实是 Invent PX P35 PX 然后 它 是 这边前面有RGB的 它可以跟我的Malport 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选用这个机箱 然后我们现在就会开机 给你们看 我福利是有DOT OK OK 它现在跑 所以它要跑一下子 其实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子开机 因为 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 那种Shutdown的话 它会 就是会Sun down 那种 这样子 把两千次这样子跑一下 就给你们看先 来 卡 你看它 你看它 它这边哦 你们如果看到这个很微微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用GPU的时候 它的风扇是不会跑的 它只有在用GPU的时候 它的风扇才会跑 RGB RGB没有亮起来 是因为我 因为我没有Login到我的电脑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AMD的风扇 这边边有灯 然后这个风扇里面其实也会有灯 然后还有这个 G SKU的这个RAM 它也是会有灯的 然后这边也是会有灯 这边也是会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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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motherboard这边也是会有灯的 所以等一下我会拍一个更好的给你们看 因为现在 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样子连的话 所以你们看不到那个灯 OK 所以现在是Rainbow的状况 你们可以看到 哇 你看多么美丽RGB 信仰 所以我前面这边是有两个 红扇 因为我的K型 然后我的K型 后面也是有一个洞 然后 可以看到这个是 那一个 Graphic卡 然后这两个是RAM来的 RAM我也是有用RGB的RAM 然后 我不懂你们看到里面没有 像稍微打起来一点点 那你们看里面是有RGB灯 在桃马红字下面 so 我的K型 的前面其实也是有灯的 那你们看 这边两条线 其实也是有灯的 OK so 我现在会 给你们看一些 我的电脑里面的东西 就是 MX1 Dragon Center 或者是 跑一些 Benchmark 给你们看 还有Try一些Game 给你们看啦 OK so 我现在会跑一些 Benchmark给你们看 for the Processor的 然后 等一下会 再给你看一些其他 Performance的东西啦 ok so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我跑Benchmark 就是 WOWER Recording so 如果有一点点影响的话 数据也不能为准 ok so 我现在会跑这个Cinebench R15 看一下我Processor Run CPU OK 现在你们注意好 它会自动跑啦 然后你们可以看 左边 我的头像上面 它会写我的Processor的Ranking 所以其实这个Software也是IduTech帮我 Install的 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个Test 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个Test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一边就是写 8C-16C 3.60GHz AMD Ryzen 7 3708 Core Processor 1951 CB 我也不明白这些数据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会再跑一个OpenGL 然后跑一个video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来Test 看 就是你In maybe你InGame的时候 它Movement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怎样的 一个Frame Per Second 这样子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这一个的Graphic 跑着的 你看到左上 那个video的左上角是跑着140FPS 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的Monitor 它是一个 Maximum 60Hz的一个Screen 罢了所以 就算我跑到来 144FPS的话 其实我 我的Screen其实也是 拍不出来 所以可能In future 我会要换一个Screen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8C-16C 3.6GHz GeForce RTX 3070 PCIe SSE2 然后跑着 156.79FPS 所以这个是我的 Graphic Card 跟一些 我Processor的 Benchmark 我会给你们看这个 比较Basic的东西 因为我也只知道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来Test Launch一些Game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的Mutterboard MSI Dragon Center 因为我的MSR 我的Mutterboard 跟我的Graphic Card 都是MSI的 所以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 做一些Customization 这样子 这个Mystic Light 就是我可以控制 我的 灯 它有很多 不同的CPU Temperature Steady Flashing 我平时都是用Rainbow 然后它有一些Land Manager 就是你可以控制你的WiFi 比较Priority 跑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True Color 是你的Screen的Color 你可以Setup for Ires啊 Game啊 Movie 然后这个Frozer Froze Froze R AI 是一个你的Fan 的数据 就是你RPM Range 0-100% 现在你的风扇 跑着什么Temperature 然后Monitor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CPU Frequency 还有GPU Pore Clock 然后你这边可以啊 Free up memory 然后给你的东西 跑顺利 这样子 然后这边 右下 右边是写它的温度 这样子啦 然后User Scenario 你就可以选 你要Balance Extreme Performance Saland 或者Creator Mode 所以我平时是比较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Normal user 我都是用Balance 还有Gaming Mode 它就会Auto Detect到 你有什么Game 然后它就会把你 Improve你的Game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Test一下我平时玩的Game Apex Legends 所以你现在我开了一个NVIDIA GeForce的一个FPS 在桌上角 你可以看到现在跑着的是60FPS 因为我的Screen的问题 所以它跑不到Maximum 现在是 你看我的Setting OK 看我的 Video的Setting 基本上我全部东西是开完High的啦 因为 之前的电脑我全部都是开 因为Support不到 现在我可以Support 我就全部开High OK 你们可以看到它其实 满顺的啦 它的东西全部满清晰的 你看这些细节上的东西 都是全部都可以看到的啦 基本上 所以可能自你 我换了Monitor 可以跟它更清晰 因为Apex Legends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 蛮需要高Graphic卡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右上角 FPS是跑着60FPS Latency是 因为WiFi的问题啦 所以没有关系的 然后它的In 是29F 一直这样 跑跑跑 Out是11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Gameplay 看它是一个 Soon的Gameplay啦 因为 是想要给你们知道 你看其实现在是很 是很顺的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会Try另外一个Game Try一些 玩 跑车的Game吧 我觉得跑这个Game的Test 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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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人 OK 现在我们就会Test 这一个Game 叫Need for Speed Heat 然后我是玩 Offline Mode啦 of course 因为我们是要Test Game啦 so 我们现在Accept Rush 你看其实基本上 这个Game 是一个很耗Graphic的东西 它现在可以跑这100多FPS 90多FPS 就是一直在变 因为它很多Graphic来跑着 所以你看 这样子跑着都有Around 80多 而且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左上角那个FPS没有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话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注意看 它的这个Graphic 整个东西是不会卡 而且它 整个东西都很 它的Graphic整个东西都很美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Test着 Call of Duty Warzone 然后你看 as usual 我的Setting全部都是开 High的 然后如果你们可以看到的话 也是跑着60FPS 然后现在我们就 进去那个Game 看它是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说 这种Battle Royale型的游戏 都是会很卡的嘛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Server的Game 但是你看基本上 全部都蛮顺的 OK 你看 是不是会有什么Blur Blur的感觉之类的 OK 依然是跑着60FPS啊 OK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给你们 跟你们分享这个 我电脑的Club啦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我直播玩Game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 SausageBoyTV 也是叫SausageBoyTV 然后我会Stream玩一些Game啊 每天都会Stream玩一些Game啊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 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然后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我现在是129Subscriber 我希望在未来的3个月里面 可以Up到1000Gas of Fireball啦 所以我需要靠你们的忙忙 来帮我Up着Subscriber So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Bye Bye